谈点提醒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在电影《正义联盟》里 钢古是一个班人半机械体的生化人 他的身体被母核改造之后 就拥有了可以变化出各种武器的能力 但是钢古除了强大的身体能力之外 他的大脑也是非常强大 母核在改造他身体的同时 也把他的大脑改造成为了一台量子计算机 这使得钢古能够在保持人类理性的同时 还可以保持24小时不间断的连接网络 当他连接网络之后 能够无时无刻地观察网络上的信息 以及接入保持联网的摄像头 而且世界上的全部密码他都能轻松破译 只要他愿意 就能够直接操控世界上的所有核弹 只要钢古动革念头 他就能直接修改网络上的金融信息 包括任何人的账户余额 知识二 荒原狼作为《正义联盟》里的反态 在设定里他跟达克赛德一样 都是新神族的一员 本身就拥有强大的实力 在电影中的荒原狼实力强大到 可以一人单挑出了超人之外的《正义联盟》成员 但是当超人登场之后 荒原狼就失去了战斗能力 直接被超人单方面碾压 其实在漫画的设定里 荒原狼的实力并没有那么弱 漫画里的荒原狼曾偷袭神奇女侠一击将其干掉 并且顺便打败了超人 将超人变成了一个傀儡 使他成为了达克赛德征服宇宙的工具 知识三 在电影《正义联盟》供应版的片尾彩蛋里 出现了超人和闪电侠二人比拼速度的场景 而且看起来超人的速度并不逊色于闪电侠 其实在漫画里 也曾出现过超人和闪电侠比拼速度的场景 虽然看起来二人的速度不相上下 但是后来闪电侠却说 他是有刻意让着超人的 而且相比在电影中闪电侠推车救人 漫画里的闪电侠 曾有在核弹爆炸的一瞬间 将城里的50万人 在0.0000001秒内 全部转移到了35英里之外的安全地区 可见闪电侠的速度是有多么的快 至十四 蝙蝠侠布鲁斯维恩虽然在设定里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他却拥有着一个人类顶级的大脑 这使得他在面对一些超人类的对手时 都能够以凡人之躯欲之抗衡 而其中蝙蝠侠最强大的一点 就是他在与敌人战斗之前 会提前做好针对对方落点的战斗计划 在电影《蝙蝠侠大战超人》里 蝙蝠侠就是利用了超人被克星时克制的这一弱点 制作了一些克制超人的武器 并打败了超人 在漫画里 他也曾针对正义联盟所有成员 做出了针对性的战斗方案 也正因如此 蝙蝠侠经常被粉丝吐槽 说他是一个腹黑的角色